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弄这个东西啊 我们这么清高的人 后来呢我就给他讲出一番道理 我说我呀在飞机上看了一份中国航空报 这个中国航空报呢汇总国内多家晚报 登出了一篇这个报道 就说这个董捷 潘岳明这对明星夫妻吧 他们现在的这个家庭危机 你们首先知道这俩人吗 大概知道就是他们俩离婚了是吧 然后声明发来发去的 离了吗 没离吧 还没离吗 不是 就是闹到一个就是两口子互相发公开信 然后就是工作室经纪人呢 就在发公开信 公开信呢 这边又是说就是作为一个男人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你是嗜毒成性 那边就是说作为一个老婆 你一年前就把自个儿挣的钱拿回娘家去用了 都是靠我拍电视的钱 在养着这个家 云云就是在发表这个 都公开的嘛 公开信 所以我们不算侵犯隐私 就在互相公开信 但是你知道 我觉得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八卦 而是我看在这个里边啊 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 当今社会 你用什么一个价值观 你能看得出来 有一种批评啊 是有对象的 今天呢 我也想跟你们一块批评批评 但是我这种批评啊 更可悲 因为是没有对象的 就我不知道是批评谁 你看看啊 我跟你讲 离婚 甚至有人说这两口子是不是在炒作啊 先甭管是不是这个炒作 我就说啊 这个旁观者 这个媒体上 哎呦就是 这人家两口子一个离婚呢 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去评价去分析 我给你们念念 我甚至都佩服 我说能这么琢磨得失的啊 你看啊 虽然婚姻坎坷 对个人来说不是姓氏 但是呢 不是那个姓郁的 不是姓郁的事 但是对于演艺圈中人来说 则是必须接受的考验 对于星途来说呀 未必是坏事 第一 董洁出道以来 一直演艺清纯风 这演的都是清纯的 戏路难免太窄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可能会力不从心 而离了婚的董洁 他可以演出更宽广的角色 对吗 他可以演出更具个性的角色 生活这位老师 对他的演戏必将有所提高 这家伙就是说 戏路子更宽了以后 不光演清纯少女了 好 第二 多少人呢 借绯闻播出为吸引眼球 离婚事件会让董洁 成为一时的话题女王 估计访谈片约会接踵而至 其三 董洁一直颇有观众缘 不会因为离婚给自己形象抹黑 按照大众在离婚当中 更偏向于弱者的惯性 董洁会迎来更多的同情 第四 即使真的离婚 董洁 新的感情生活 仍然是炒作的热点 这是一剂随时能用的票房灵药 而潘岳明的人气 近年大不如前 董洁如果借新的感情继续上位 也未可知 你说 好多算计 可是我就说 我不是批评 我是想说 这种功利主义 是今天咱们的头等价值观 你觉不觉得 如果这个东西用来讲 一般的夫妻的离婚 你可以说是利益的 渗入到感情的问题 但是如果从他的一个 演艺经纪人的 这个专业角度来讲 他非常professional 这个演艺的经纪人 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这是你要知道 像那个 那个 Tom Cruise 他的老婆叫什么 凯蒂 就是他说 没有我刚刚就想 徐老师刚刚说的 就是说 我刚开始听到说 经纪人互发生明信的时候 我觉得好专业 好新方 西方就是这样 就从来不会说 去访问Tom Cruise 说你为什么要离婚 赛养费多少 就是透过经纪人 绝对不会打扰到 一明星本身 他们本来的工作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 由经纪人来发 但重点是内容 就是 我看了这么多 好来问对离婚 你好像很少 都是八卦妹举挖 但很少是在公开戏里面 去明着指责对方 这么多的细节的不是 家丑不可外扬 就是说 我们顶多是很公式化 说赛养费多少 我给你多少钱 然后小孩归谁管 然后呢 因为个性不和 双方怎么 就是都是很公式化 而不是说 这么像是 八点档的 那种戏剧脚本的 就是今天一个 你一套我一套的 互相揭称 发的这种方式 Niko Kimmen呢 她的离一次 就是一次 感情婚姻的变化 她的片酬就高一次 我看到有专门的文章 给她画了一个曲线 就是她分开 她离开Tom Cruise 双 片酬高 就是说 她的一个感情的生活的挫折 使得她的片酬 不断地往上升高 然后她还分析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点像她刚才讲的 细路宽啊 怎么怎么 对男的来说会有点损害 对女的真的往上 我觉得如果是从 他们这一行的专业来说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你旁边看的人 也别太认真了 你就是他们 这个是人家的一个 草地产一样的道理 不是 这个两种情况 有人说是不是这个炒作 那我们不管它 但另一方面来讲 就咱也不是要论它的是非 我是说像这种 显然是属于就弄得比较丑了 就像又婷说的 对吗 你像也有意思的 他们说这个好聚好散的 什么什么 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声明 不是最高水平的 说是这个像最佳挡箭牌声明 就是谢霆锋和张伯芝的 你看 这个语文可以学学 谢霆锋张伯芝的声明是什么 本人谢张 正式宣布我们因性格不合 共同决定离婚 和平达成协议 我们会共同抚养我们两个孩子 一切结会 以两个小孩的幸福成长 为主要考虑因素 希望大家给一个宁静的生活空间 这是这样的 还有最体现专业的声明 李宗盛林一连 李宗盛的声明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 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Sandy 祝你幸福 找到你要的 你认为值得的 我已与林一连小姐 在友好的气氛下 结束了婚姻关系 以上是我唯一的最后的声明 林一连是什么 跟个对联一样 天空的闪电 叫我看见闪光灯 想起镜头前的我 那么陌生 没有想过 要为自己婚姻状况 写声明 写声明 的确有一阵莫名的荒谬感 什么 就让生命多添一种颜色吧 你看 体现专业 都有歌词 是吧 但是 相比之下 这个声明啊 我是觉得有一种什么呢 不管是有意 还是无意啊 我是体会到 当事人有一种不得不 这种不得不呢 跟饭碗有关系 你知道就是 这个真没办法 就是比如说啊 好 如果你说我 适度成性 或者如果你说我 不是一个好妻子 你知道在中国的社会里 为什么我说 你的批评是没有对象的 有一种啊 泛道德化的情况 就是 这个艺人呢 为什么必须要辩白 甚至有些时候 你看现在艺人之间 有时候发生一些 不愉快的这个事件 要搭起来 为什么 我认识一些艺人朋友 说我没法清高 因为我只 如果我不辩白 没有人找我拍戏了 好比说有人公布 说他这个人在剧组啊 聪明的不好合作 他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之后啊 如果你不吭声 没有人找你拍戏了 或者说 如果你不是个好丈夫 你的饭碗 你明白吗 但是你 我又觉得好像 比如在好莱坞 我们没觉得像那个小甜甜 甚至像玛丽莲梦露 你就跟总统睡觉 但是该找你演戏 它是另一回事 你对吗 但是你看我们的这个明星啊 颤颤巍巍 就是说 什么有个有 有件事叫公众形象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哎 如果离婚这事啊 显着我不是好 我是过错一方啊 你知道为什么必须变白啊 不变白 要不就像你说的 经纪人都看得明白啊 不变白 细路大减 那怎么办 他又这么就跟饭碗结合到一起 你说这是专业吗 而且复杂复杂 在对于很多演员来说 公众形象啊 已经不仅是他的专业需求 也渗入到他的人格 心理内涵了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我的形象 就是我活的价值 那也不仅是一个 工作饭碗的问题了 所以有很多人 他其实已经不幸福 可是他为了这个公众形象 他得硬撑下去 他否则觉得自己很失败 这个是 就是公司啊 比方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经纪人的专业 这是公共的事情 可是中国的情况 是公共的事情 渗入到人的私心 渗入到人的内心 个人的人格了 这个就分不清楚了 就好像说你 他已经不再是为了 为了什么炒作 在讲这个话 这个真的是对我人格侮辱了 这是一 第二还有 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 就是当不仅是明星 就一般的人 当离婚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证明了 这两个人是谁错的多 或者主要是谁错 好像财产就应该这样是分配 所以有很多人 在争这个东西 比方说你是更早出轨 或者是你中间怎么赌 那将来假如说 我们有财产纠割的话 那好像他在求 他不知道法庭会不会这么判 但他至少大众会这么判 因此呢 你得进身出户 对不对 因为是你的户 所以这个 我相信是一个法律上的误解 但是造成了很多人 在零离婚的时候 把对方道德抹黑 其实抹黑也抹黑你自己的良心 我相信这个 我开头念的那篇分析 是在徐老师指导下写的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女嘉宾说说 我觉得好辛苦哦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国情之上 就你还想结婚 对 结了婚还不准离婚 太多累啊 连离个婚都累 对不对 对我就觉得 就是 我看完啊 就光听你讲 我就觉得好累 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两个人之间 没有办法厚到一点嘛 这样子 对啊 还有就是说 如果他 如果他在利益上是一个炒作 那两边的经纪人没有办法 你知道 闭门谈一谈 我们可以演出戏给大家看 但是有没有必要用这种这么 底底底的这种挖的方式 他说的可能都是真话 就先爆料给你 可能真的都是双方对对方的意见 可能 比如说你把钱拿走了 你赌啊 这都不是什么 但是可以用比较柔和的方法 都不是什么滔天大罪 我跟你讲 人跟人啊 再好的亲人朋友 老师 同事 都不能完全说真话的 你不妨电视机前 大家对着你 作为边上的人 你试着做一个试验 你说一句话 这句话是事实 但是你从来没有 跟你最亲爱的人说过 你不相信你说一下的话 一定会损害关系 比方说 你的腿粗啊 比方说 你的这个 这个上身长下身短 诸如此类的事情 你是从来不说的 我们也讲 人 他们这个事情 可能都成 有什么了不起 一个赌 一个把钱拿回家 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说 我一直觉得 人到离婚的时候 应该多想想对方的好 对啊 我觉得人在结婚前呢 要多想想对方的坏 真的 你这个坏的东西 你能够 你能够接受了 你才去结婚 是 离婚的时候呢 你真的得回头 想想这痛心的事情 走到这一步 你多想想对方的好 你怎么回想 你过去在一起的时间 不仅仅牵涉到 你现在对他的感情 也是对你自己 过去这段历史的 一个总结 你过去 比方说他们结婚七年吧 要是回头想 对方是一个很坏的人 那你过去就是 抗战七年了 血泪死啊 要是你想想 过去大部分时间 还是好的 那就是和谐盛世啊 那和谐盛世也有 也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现在有问题了 要分开了 你何必用把对方搞坏 最后你把自己的 life搞坏 就是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事 明星福奇 加上一个名气 就是一种绑架关系 到最后 你还不得不应战 你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事情 然后私情要公开表演 要公开 对 就搞到了最丑的一个情况 他就是太多声音 可能在指导你 就是你在乱了 我已经感情已经不顺了 然后呢 我回家 你要面对很多个人情绪 我要工作 然后旁边有好多人 给你出点子 说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 像你以后才有 才有办法继续生活 我觉得可能有太多的声音 也在指导着他们 因为可能一般人离婚 没有人去理你 就两方家庭好了 而且事情的重要性 不在于他们两个人离婚 而在于大众 这么大的关注成果 就是 像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演什么戏 我才知道他们 大众为什么这么关心呢 表面的层次是 大众喜欢看到明星出问题 得到我的幸福感 这是表面层次 但实际上还有个 就是因为这种离婚 或可能离婚 或已经离婚的 这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可是徐老师 你知道吗 我觉得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社会 在某种程度上 是非常残忍的 非常冷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对 大众啊 美国的大众 任何一个国家大众 也关心明星 八卦 对吗 但是呢 都不至于说 这个明星犯了点什么丑闻呢 就不能再干这行了 可是这些年来 在中国 我就不用讲具体的名字 多少人 他们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也许是涉嫌触犯了一些个丑闻 或者一些什么 但是你看 一个有歌唱天赋的人 就无声无息了 不能再唱了 一个有表演天赋的人 可能因为搞了个女人 对吧 就不能再演了 就是 还好嘛 我觉得很多人都后来 东山再去 比方说一个著名的 什么什么什么人 因为婚外情的事情 一时觉得 大家觉得 哎呀 完了完了 没想到过一阵 他赚大钱了 我发现 中国现在其实 各种例子 各种例子都有 各种例子都有 但是我是感慨的 就是啊 有些时候 他们说理性和感性 我觉得理性就是 能够把一件事 和另一件事情 分开的能力 感性呢 就是不但不分开 反而要密切的 紧密的联系 好比 你比如说 咱们像 你比如说英国的 那个叫什么 独厚啊 什么怀思 豪思啊 豪家伙 那种人 要是在中国 你知道吗 那还能唱歌啊 或者像麦克尔杰克逊 咱们知道 整天这个注射 这个真经纪的这个人 到最后 美国人就是 像英雄一样的 去纪念他 当初都骂他 对儿童怎么样 然后他背叛自己 黑人的身份 甚至是他这个孩子的事情 他到底有没有鸾同 这到最后 只要法院没有判决 没有说 他鸾同 不管你怎么怀疑 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在中国 那么我要说 一个有演绎天赋的人 肯定就完蛋了 其实是你的损失啊 你这个社会 你失去了这么一个 有某方面天赋的人 我的意思 你看在中国 包括一个明星 他要是跟一个贪官 或者要是跟一个什么 扯上点什么 你就看吧 消失了 消失了这个人就 可是 哎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社会的包容性 还是不够 就是说 宽以待己 引以虑 都是这个样子 虽然自己也会犯这些错误 但总是把这些 最严格的标准 强加在一些 他觉得很容易指责的 这个角色身上 我觉得台湾人也有这个 是不是因为咱们中国观众 实际还是比较淳朴 好比说 看一个演员 他在电视上 如果演贤妻良母 我们就不能接受 他生活里不是贤妻良母 是吧 对 是不是有点热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 酿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你看我就说我看这篇这个娱乐 媒体的这种栗子当头的评论 我就不能不佩服 他这种精明 你知道今天这个饭桌上 我就有时候佩服 有些人真的是很精明 好比 我是这方面比较笨的 就是说 咱们交往 我闹不太清楚 你对我能够有多大利益 也是因为咱们这种工作 我也没什么求你的 你也没什么 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所以反而无所谓 但是尤其你像有些做生意的 包括他们说有些个演员 就有这个天才 一进一个剧组 或者一进一个饭桌 马上就知道 这个桌子上谁是最重要的人 然后你知道 一切的交往手段 都是以此铺开 甚至有些人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 我说这个 今天大家一起见 过不了几天一见 他们俩早就串成好朋友 甚至都已经开始 做起生意来了 我好佩服这样的人 我在职场工作了好久 人家才跟我讲说 真正的职场关系 不是你在工作上面 就是你做的好不好 而是下班那个时候 才是职场关系 你有没有跟老板吃吃饭了 你们中间有没有传短信 那个才是 真正的职场关系在建立 你平常在公司里面 他说都是假的 我才说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我自以为 下班打卡以后 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谁会去管公司同事在干嘛 但原来很多高敏人 是在下班之后 才是经营公司的关系 那才是真的比较放松 然后可以建立另一关系 还是不要学 为了我们人生的纯粹 真的 还是不要学 怎么叫人生的 就是人生的 没学好 发出了哀怜 就是人生 你还是professional 还是专业 还是 虽然我们都知道 专业以外的使用的手段 得到更大的利益 但是我愿将此生 陷于我的专业 好 此于在专业以外 得到好 所以在讲话 你把自己的价位 递在哪里吗 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有个价钱 你把你自己的价钱 递在哪里 有些就是这么高 如果你要用这种比较丑陋的手段 那我尊重了 但是这对你不会 当然 战争之后 当然我最后也要说 就是说 这一篇娱乐媒体的分析和评论 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们应该乐观的生活 你发现没有 他说的很好 他充分说明 当我们碰到人生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你要晓得 东边日出 西边雨 就是人生是一盘棋 我记得有一个外国人写的这个书 就说天空不蓝 我们也可以欢笑 这个外国人就说 我原来很悲观 他说到后来 我慢慢意识到 就是当我离婚的时候 当我碰到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只是因为时间还不够 每过几年之后 我才发现 那是上帝整个蓝图的一部分 你才会发现 你没有全输掉的 你没有全吃亏的 也许现在婚姻不顺 但是呢 自有好处 在另外的地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这也是咱们对这对夫妻的一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楼贯